掌握財經市場脈動 找到成功致富關鍵 歡迎收聽投資理財王 分析師精準的眼光 帶您縱橫股海 投資好股票 讓您輕鬆成為股市常盛軍 致富關鍵就在理財 本節目由News98與理財周刊共同直播 輪源 顏毅民 急如風 徐如霖 侵略如火 穩操勝券 輪源投顧顏毅民首席分析師主角 109年金管投顧新字帝010號 好的 歡迎聽朋友 持續鎖定每天下午3點投資理財王 我是齊真 一樣溫和大家 台股今天持續的下跌了98點 只是說在15770點 成交量部分 加薪指數是下跌了98點 但是OTC指數是收紅的 今天細節上如何來觀察 還有把握呢 趕快來邀請專家輪源投顧 首席分析師 顏毅民老師 老師您好 News98親愛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輪源投顧 首席分析師 顏毅民 顏老師 當然今天的一個大盤 延續昨天 昨天的一個大盤是下跌的 大概是90點附近的話 今天的一個大盤 一樣持續的下跌了98點 這兩天的一個多方修正 接近200點的話 老師之前在節目裡面有跟大家提到 多方的一個修正拉回是好事 那大概我想投資人現在應該心心應該已經開始崩潰 還不至於到崩潰啦 就是有點 哎呀 怎麼這樣 那多投的一個格局裡面 其實投資人比較 那就是適應說這個股票就是不斷不斷的往上墜 還是說手中股票有那種亮燈漲停板 那這個已經成為一個習慣了 那這個習慣其實很難去做出一個改變 但今天我們看漲停板的加速還有29加 那其實投資本今天要問的問題 想要知道的一個答案 我今天在這個News98的頻道裡面 已經幫大家準備好了 第一個問題 大家想要問 老師這個軍工概念股還會不會漲 哦 是 很好奇 對 我認為還會漲的原因 我解釋給大家聽 那你今天看到保一總隊有沒有在漲 有 虎門科技有沒有持續續強 有啊 超標的 其中這個保一總隊目前為止已經開始軋空了 已經開始軋空了 那它的捲空單超過了捲值比超過五成以上 好 那當然這個軍工概念股的話 這個狂漲 這個在台灣的股票市場裡面是 這個可能50年來第一次 因為之前的話也沒有這個所謂的軍工的一個 概念股形成一個集團性的一個 這個讓投資人注意的這麼清楚了 這個中間有包含這個防彈衣啊 包含這個飛彈的啊 包含這個什麼造船的啦 還有一些這個無人機的一個部分 很多很多的一些 對不對 那這些股票其實的話是百年難得一遇的 這個叫做轉機 這個叫做產業翻證 這個叫做由虧轉銀 甚至大戶的籌碼都是非常穩定的 包含所謂的潛伏底 還有保一總隊的一個軋空 就是有人相信說他不信邪 所以說他去放空 那其實保一總隊的話 保一這張股票的話 你可以去觀察 他目前為止的話 大概這個股價的話 也只有大概58塊錢 那代表說 這個操作的成本其實是很便宜的 那只要說沒有出現空方訊號的話 這些軍工概念股 我認為至少在4月份的行情裡面 還是會持續的上漲 那手中有軍工概念股的老師 已經回答給大家了 那至於說你有心理障礙的 你認為說這個軍工概念股 漲太多了 你不願意去追的 那也沒關係 今天檯面上面有出現一個新的族群 它叫做什麼 它叫網通概念股裡面 還是有很多股票 都是大漲 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最明顯的 最明顯的就是太陽能 太陽能今天有4檔股票漲停 可是你去觀察一下 太陽能的股票包含帽迪也好 太極也好 還有這個利基也好 這些股票其實它們都是呈現 所謂的上漲之後橫盤整理 今天開始帶量往上攻 那帶量往上攻 其實我的一個判讀的方法 就是說明天能不能持續的 帶量往上走 有沒有機會把周線的部分 開始做出一個往上的翻紅 這個就是說我去觀察 這個股票到底有沒有延續性 非常重要 如果說這股票沒有延續性的話 我大概操作兩天 我就會先行的來做出一個獲利了結 這就是我對於大盤 目前為止短線跟長線 操作的一個邏輯跟方法 當然今天大盤連續修正兩天 包含我們的普通會員家族 跟我們的單股會員家族 今天加碼了 各加碼了一檔股票 你們應該都有收到簡訊 這兩張股票 就是顏老師看好未來會背書翻的 這兩張股票 這兩張股票的話 我們大概會在五月份 等到這兩張股票正式的 正式的看到所謂的翻一倍之後的話 我們會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公佈都沒有關係 台股目前為止的話 當然有些股票它沒有漲 它反而是下跌的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說貴買指數小型股在漲的話 那下跌的就是全值股 你可以看到鴻海的一個股價 最近都沒漲對不對 而且它是持續的修正 對不對 不然就是呈現所謂的 低檔的橫盤真理 3008大立光 這個股價沒有漲 反而是往下去做出一個修正 那包含這個6488的環球金 環球金今天跌很多 那有人問老師 老師這個買點到了沒有 我只能跟你講快的 因為今天環球金下跌了 這個16.5元 加速趕底已經成功了 那記得這個買賣 這個一定有依據的 那你低階的話 老師非常高興 但是低階的話 也不是亂接 也不是亂接 但是你要有耐心 有時候低檔區的股票 它發動的話 一般的話 都會進行所謂的整理 聯發科的一個股價 今天下跌了13塊 那台積電的話 今天下跌5塊錢 那我對台積電有看法 我認為今天的一個低點 台積電最低 剛剛好破了510塊錢 那尾盤是收在510 510塊錢 我認為這個地方的話 你應該要注意了 開始留意了 因為好像這個消息 裡面都是看好台積電 對不對 但是台積電的股價 並沒有起色 這個在台灣形成一個 非常奇特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 比如說 這個環球金鏈的一個 所謂的營收是非常好的 這個台積電的營收也不錯 那聯發科的一個營收也不錯 那因為外資看不好 因為投資人 對不對 可能是高檔區套太多了 還是說有人用融資去操作 以至於說造成目前為止 這個股價是有點失真 這個股價有點失真 這個提供給大家來做出個參考 其實回到一個勝利的方程師的時候的話 我就是別人不敢買的時候 你要去進場買 當股價真的往下修正的時候 這個時候都沒有什麼利多消息 一般來講的話都是利控比亞多 那我也不知道投資朋友們 你們會不會懂得說反向思考 反向思考 反向思考這個很重要 操作台積電的一般都是一些大戶中食戶 他們耐心上面是比他夠 但是操作的最終的目的還是要為了要賺錢 不會說因為他是護國神山 那我們就去操作 其實這個地方還是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比如說彭博社的話 對於台積電 他的前景就是一片看 但是我先講 彭博社他是以長期的遠光來看 他不是以所謂的短線來看 台股最近的話 其實最大的問題來自於融資大增 你看這個大盤不管是每天上漲也好 下跌也好 回檔修正也好 沒有漲也好 他每天的融資就不斷的不斷的增加 現在已經來到1761附近了 那這個地方如果說震盪整理 那融資的部分如果說減少的話 我認為對於外來的大盤的話 應該幫助性的話還是非常大 那我們台灣的廠商 最近上市櫃 從中國大陸會回來的一個收益 那在本月份也創高了 就代表說中國大陸目前為止 經濟的部分可能不是很好 那面臨到很多外資 包含台商的一個撤退 那當然這個錢進入到台股之後的話 可能作為投資 那可能的話會回到我們股票市場 買房地產的一個可能性不大了 因為可能下個月還在升息最後一次 那當然有人問顏老師 升息的話對於股票市場裡面的一些影響是什麼 那其實說按照正常理論來講 升息的話就是說 那投資本你操作的成本是增加的 這是確定的 那如果說升息到了最後的時候 那通膨壓抑下來了 那可能未來的話就要降息了 那降息跟通膨跟升溫的話 他們是屬於一個連帶上面的一個關係 那我相信很多的一些 這個分析師也講過這個問題 我個人是非常看好目前為止台股 連續兩天的一個修正 那我認為這個地方反而有很好的一個買點 那大盤一樣呈現輪動 那延續剛剛我們奇珍所講的 貴買指數創破斷新高 這個我們之前在節目裡面就講過了 觀光類的族群裡面的話 今天也有很多強勢股出現了 包括除了網瓶、六角、寒色 尤其是這個網瓶牛排 可能是太好吃了 生意也不錯 你看老師我們才剛吃 我就說要買 哈哈哈哈 結果就漲停了 這個股價真的 這個很受投資人的青睞 所以說這個股價就是醫治長 對不對 你看這個稍微休息一下就上去 休息一下就上去 這個六角也是 這個股價對不對 今天的話一樣 出現水的漲停板 寒色也是一樣 還有亞洲上收支 對 亞洲上它是創高之後拉回修正 今天漲停板 那你會發現 不同的形態 那你會發現這個 發了六千塊 大家真的比較能夠滿足的小確幸 應該就是去吃個東西 是 所以說這個股價 它是有所表現的 確實 好那太陽能 販店也很不錯 太陽能的話 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 那歐元 這個歐元區包含這個歐美國家 它比較抵制中國的一個太陽能 所以說這個地方非常確定的 那台灣的一個太陽能產業裡面 有儲能跟所謂的節能的一個效果 所以說今天你要操作太陽能的話 其實我可以請大家留意 兩個代號操起來 六四四的茂迪 跟所謂的四九三四的太極 這兩張股票其實就是 我們目前為止太陽能的一個 比較領先的一個標的 那至於說講到寶生光 那還用講嗎 不用講了 為什麼 它今天再創波段新高 但是它有個特點 你會發現它越漲的時候 成交量越小 越少 這個代表什麼 這個代表說 它的籌碼面是非常非常乾淨的 但是我不建議大家去操作的原因 就是說 它成交量太少了 你進出不是很方便 那如果說你買個一張兩張的話 你當然 今天賣掉的話 還是可以大賺 那如果說你 可能就是說你的張數 是比較多的同時的話 我真的不建議說 現在大家還去操作這種 就是說成交量開始萎縮了 那股價創新高的股票 其實寶生光的話 在我們三月份的節目 到四月份的節目裡面 其實常常會出現 常常會出現 很強勁 那我們今天的話 要請大家留意到 兩檔股票會不會軋空 那也列入到 我們今年的年度的一個教材裡面 第一檔股票 代號8222的保一總隊 好 第二檔股票 來請注意的 有送給大家的 4968的利基 利基目前為止 卷之比的話 38% 比上保一總隊的話 還差 大概12% 那後來 會不會後來居上 我在這個 news98頻道裡面 跟大家來驗證 像之前的話 我們這個公佈 這個4968的利基 我們已經公佈過了 是普通會員的 那我們這個簡訊就保密了 今天一樣 那上漲了3.5元 股價的話 收盤一樣 再創破端新高 那6538的這個倉和 是我們單股會員的 那今天的話 大概上漲3% 上漲3塊錢 股價 也是再創破端新高 那我們清代會員的 簽附精密的部分的話 這個代表是6829 那今天拉尾盤 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我也不知道 這個是誰買的 那我認為說 這個拉尾盤的一個力道 上面是非常強勁的 但是你不要去看說 今天大概只有漲個5%左右 我們要的是一個 倍數翻的股票 我們要的是一個 未來可能 它能夠大漲的股票 並不會說 因為說今天漲或是跌 那它會影響到 我們的一個判斷 那我們來聊一聊 岩老師的著作 那當然這個踏入到 分析室的一個行業裡面 我一共目前為止 寫了三本書 未來的話可能有兩本 再加兩本目前為止的話 還在這個寫作當中了 那已經完成了 那包含我們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是開盤八法 那可以利用這個大盤 早上這個9點5分 9點10分 15分 三盤定多空 這本書的一個奧義的話 就是源自於日本啊 它對於這個 所謂的米價的一個控制 那多空陰陽性也是一樣 唯一能夠跟歐美 這個MACD啊 這些技術分析裡面 足以抗衡的就是 這個所謂的K线理論 那最近的話 又出了一本工具書 那可以教導 新進入到我們這個台股 操作的這些年輕的學子 這些所謂的朋友的話 可以有錢 陸生的話 我們也寫了一本非常好的一個工具書 那未來的話 當然會陸陸續續的話 可能還會再寫兩本 我大概就是寫到第五本的話 我大概就要把它封起來了 我覺得以後可能就不會再寫了 那當然投資本很想要 那老師也很大方 那今天的話 我只有一個要求 你等一下可能電話撥通了 記得一定要留下姓名 跟聯絡方式就可以了 辦好手續 我們這個三本書 加DVD的話 我們就會直接 就是送給大家都沒關係 那其實送給大家是說 讓大家有一個很好的一個 正確的學習的一個方向 那你對於這個書中 有些問題不懂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拿鉛筆給它 有問題的話 隨時也可以打電話 到我們的辦公室 那老師也會回答大家 那強勢股的部分請注意 最近出現一些新的族群 包含昨天跟大家講的華星光 今天還是續牆 虎門科技 這個代號6791的虎門科技 今天一樣 這個再創破端性高 包含今天6163的華電網 昨天漲停板的話 今天也是一樣 上漲的一塊一 都是非常非常強勢 目前為止出現新的 那在節目裡面 我常常跟大家講 舊的股票 其實你有做到的 我們就恭喜你 你有賺 你就自己跑一下 那還沒有進場的 你想要買一些股票的話 你就要去找這些新的股票 新的股票的話 未來如果說倍數翻 我相信你的空間上面 應該會比較大 那當然6417的尾橋 今天再創破端性高的同時 我也在那邊呼籲一下 這股票有買有賣 這個有賺的還是要賣一下 還是要賣一下 6538的倉和 那當然今天也是再創破端性高 你有賺的 你當然也可以都先賣一趟 那6752的 這個 瑞陽 瑞陽 這個瑞陽這個股票 其實今天也是非常強勢 那今天也是量增漲 停板上漲了14塊錢 股價的話 從57塊錢大漲到162塊錢 我相信說你長期 這個有鎖定老師頻道的 還是說你最近有在收聽老師這個廣播的 我相信你都驗證了一件事情 那很多的股票操作 其實我們都是事先講 行情的一個規劃的話 我們也是 事先的跟大家講 事後來驗證 那其實在這個地方操作上面 那難度上面可能未來會增加 尤其是說這兩天大盤的一個拉回修正 我預估明天的行情的話 有震盪 但是還是說有反轉的機會會比較大 因為大盤本身它就屬於一個區間 區間的行情裡面的話 今天漲停板有29家 那貴賣指數一樣再創破斷新高 那光光類股的話 今天開始又續強了 好 那我們看節能干年股的部分 今天漲停板加速也很多 對不對 那這時候反而資金老化一句 他還在裡面做所謂的輪動 那你現在要找的是什麼 第一個底部的 第二個底部會噴的 第三個噴上去以後能夠倍速翻的 好 那這三個條件 那只有一個條件是給大家去想一想的 你要不要重壓 有人很願意重壓 就單顧所單 有人認為說那我就試一下 我可能就買個五張十張 那妍老師今天都非常歡迎大家 我們一樣開放前面100位 前面100位的話 今天只要播電話進來三本著作 包含DVD的話 直接辦好手續就可以拿回家了 下一檔股票請記得 那它是我們4月份的三冠王 4月份的三冠王 那未來能不能賺得到錢 未來能不能有機會倍速翻 我今天特別就開放前面100位 你只要登記 直接的來跟我們來做出一個驗證就可以了 那大盤目前為止 肋骨輪動 那未來的話還是會往上走 只是說這個地方的話 稍微震盪整理一下 你也不用怕 你也不用怕 那老師的節目的話 你長期的鎖定 那老師今天也會釋出最大的誠意 我希望大家能夠拿出信心 跟上岩老師的腳步 把時間交給我們的奇珍 好的 谢谢老師 好 雖然呢 這個大盤呢 這兩天是家庭指數在拉回 可是大家會發現喔 雖然如此 那個掌听板的股票還是很多 而且呢 題材也很多 而且呢 有很多不只是題材而已喔 這個基本面也是相當漂亮的喔 老師今天呢 針對家族朋友呢 有各加碼了股票 總共有兩檔了喔 好 那麼 提點到的有許多的股票 也提供給大家來做參考囉 好 那麼在操作部分 如果需要老師協助 稍後的資訊也盡情好好把握 同時老師呢 提供很好的書籍 要分享給有緣的聽眾好朋友喔 希望多多的把握了 時間關係就再次感謝 錄音投顧首席分析師 耶一米老師 謝謝您 謝謝大家 嘿 別走開 還有好聽的廣告 好的 聽眾朋友 今天呢 老師呢 也是很開心的喔 要開放前100位的聽眾朋友們喔 來電登記 完成手續之後呢 三本著作還有加上DVD喔 老師說都直接可以帶回去喔 而更重要的就是呢 下一檔四月份的三冠王喔 老師已經預備好了 將邀請大家單股重壓 會不會翻倍呢 老師說請大家拭目以待喔 速播服務的專線 0223219933 0223219933 近期呢 這些股票呢 真的是非常的美麗喔 好 聽眾朋友如果都沒有把握的話 就浪費了好行情喔 如果沒有信心 沒有專業 或者是操作 想要跟上一層樓 認同老師的操作 歡迎您趕快把握囉 0223219933 23219933 除了前100名 這個三本著作 還有DVD 直接帶回去之外 老師還提供給大家 只收一個月的簡訊費 服務您一整年喔 機會超級難得 請好好把握 本公司以往直擊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审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方式